台灣花蓮昨天發生7級以上地震 多個旅遊景區在地震後停止運作 香港入境處已接獲34名申訴台灣港人求助 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沛玲 今早在港台節目中指 市民如果在地震發生後才購買旅遊保險 並決定繼續行程 地震的影響將不會受保 他解釋這是保險的原則 只會保障意料之外的事件 明知已經發生的事件就不受保障 不過旅行期間如果遇到其他意外 例如病了、扭傷等仍然會受保障 他又提醒市民 在計劃行程之後 應該盡早購買旅遊保險 以免影響受保範圍 並指已經購買旅遊保險的市民 在出發前的7天內 如果目的地發生地震 大部分可以受保 但如果地震後兩個月才出發 就未必受保 因為屆時大部分的交通和設施 預計已經恢復 而東營遊執行董事 圈國全在同一個節目中表示 目前公司有11個旅行團分別在台北、台南、台中、 宜蘭等地 沒有旅行團在花蓮 共涉及約300名的團員 全部人都安全 並繼續原有的行程 他說在地震發生之後 已經聯絡每個旅行團的領隊 有些表示感覺到地震 並報告除花蓮以外的地方都正常 不需要更改行程 圈國全又透露 4月16日會有旅行團去花蓮 旅行社會一直監察情況的變化發展 如果有改變會即時通知顧客 他又補充 4月至5月共有6團前往花蓮 當被問到如果去花蓮的旅行團 客人要求退款 圈國全未有正面的回應 指旅行社會看看當地政府和合作夥伴的報告 並會在這兩天聯絡團員 相信屆時會有適當的公布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